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在水一方的频道 在法拉圣凯西娜大道上 发现一个建筑风格独特的大楼 要住在这里应该很贵吧 在过去就是跟枫叶大道交叉口 有一个看似公园的一个地方 觉得似曾相似 那不就像是曼哈顿的哥伦渡公园吗 一群群的人聚在这里 是在聚众赌博吗 前面这个穿板衣服的是不是指着我啊 我感觉像是一个外来的侵入者 而且这里几乎都是男的 所以我也不太敢走太近拍他们 深怕又有人要来抢我手机 其实这是一个游乐区 猛然一看 看见右边躺着一个无家可归者 刚刚围着的那群人又在干什么呢 中老年人在那边打牌赌博 而青少年就在这边打球 儿童就在儿童游乐区玩耍 哦不 我刚刚看到了一个老年人也在玩 这边打牌赌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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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这边打牌赌博